两届奥运羽球国首郑韶杰 昨天在台北羽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 她是带着脚伤来力拼韩国的选手 多次回击之后因为伤痛而倒地 但是她还是坚持到底 在最后一盘落后的情况之下 连下八分取得了胜利 而顺利未免冠军之后 她趴在球场上大哭场面动容 台湾羽球女单第一好手郑韶杰 今年台北公开赛从会外赛打起 并一路挺进了冠军站 只不过到了第二盘 左大腿受伤的她 每打一球都是非常的痛苦 可以看得出来走路也是一搏一搏的 爆伤上阵 郑韶杰每一球都拼到底 经常为了救球而趴在地上 前两盘与韩国对手打成了1比1 第三盘正手进攻拿下了不少分数 好球 尽管一度以13比17落后 不过在全场观众加油下 郑韶杰连下了8分 最后终于拿到胜利 好球 比赛结束 赢球的这一刻 郑韶杰趴在地上哭 因为脚伤 裁判误判 全都急不倒她 顺利未免冠军 也送给父亲 最好的一份父亲节礼物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